这些其实都是在种法因 这些都是在种明的种子跟行的种子 而所有这些其实 它都是要点滴的积累的 点滴积累其实就是 福德的资粮 解脱的资粮 菩提的资粮 它要成为资粮 它不是一朝一朝一朝 它就是我们每天 每天 一点一点的积累 这些积累也许我们自己看不到 但是我们做了 如果要把它量化的话 把它量化的话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 如果我们有 computer或者专门寄 我们做了多少次单 时间了多少天 然后缠做了多少做 送了多少次金 可能我们可以寄出来 这些其实就是资粮 但是如果要记忆我们的恶行的话 有很多 骂过多少是人 生过多少是气 然后我们再一平衡一下 你看 如果这些可以量化的话 我们就去衡量一下 当然我们在这里讲到的是 如果做 我们积累福德资粮 经常去做 要讲成习惯 这个就是基巧成多 而且呢 我们要知道这些资粮 我们在 上一次不是讲过 有三种资粮吗 还记得吗 生活资粮 生命资粮 和菩提资粮 生活资粮 就是现在所拥有的 积累的财富 家产 这些都是属于 生活资粮 这个也是绝大部分人 一辈子 都在积累的 很可惜 这些就是带不走 但我们现在 也要考虑一下 要为自己的未来 为自己能够 在未来的轮回当中 仍然能够遇到佛法 我们必须得先保证 要投身人天上去 而想要投身人天上去 我们必须得拥有 生命的资粮 这是我们要考虑的 很现实的就是 如果你没有生命资粮 就是你没有足够的善业 你下一辈子 很难投身为人天上去 那你想要投身为人天上去 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积累 足够的生命资粮 这些生命资粮 不仅要保证我们下一次 还要保证我们的未来 虽然现在是 我们能够投身到 人天上去是很难的 如果投身为人 你能够投身 继续投身新加坡 也是很难 或者你投身到这里 然后你不管保证 你下一辈子会不会变成基督徒 我投身都为马来人 你选择Islam 选择那个Islam 这是我们很难保证的 那如果想要保证 我们多种法因 它的成熟 我们法因越强 种的越多 那这种比例就会越高 机会就越大 我们做的善业越多 我们投身为人的 几率 机会就越多 也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养成习惯 如果我们的烦恼越多 我们的恶习越多 我们的这些小动作 这些什么东西越多 那我们堕落的机会就越大 所以善跟恶 它总是在抗衡 我每天 我们都是在生成 在浮尘当中 那这种抗衡 哪种力量大 特别是在临终的时候 两种力量都在拉扯 那就看你哪种习惯 更多 哪种造得更重 或者哪种在你临死的成熟 如果想要在下一辈子 继续修行 继续遇到佛陀的教法 或者换言之 在下一辈子 仍然有机会继续积累 菩提资粮 解脱资粮 我们首先要保证 要获得有生命的资粮 我们才能够保证 下一辈子继续修行 除非你是认为说 我不需要积累 生命资粮 因为我今生的解脱资粮 菩提资粮已经足够 支持我今生就正乌生到生活 那你不需要去积累 很多福报的资粮 你光去很精进的产生就可以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就还要面对一个 非常现实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 不断的都在老 我们最终都要面对死 面对死我们要面对下一辈子 我们选择走什么样的路 选择什么样的生命 我们有没有的选择 如果没有的选择 也就是说 我们是没把握的 没把握的 我们怎么要让它的陈述 让它的机会越来越大 关键在我们现在怎么做 我们明白了 我们将要走的路 有了这样的前提 我们才有保证下一辈子 人家能够继续修行 有了这样的机会可以修行 我们才有可能在未来 积累更强更多的资粮 包括生命的资粮 跟解脱的资粮 其实生命跟资粮 跟解脱的资粮 是我们每一辈子都必须积累 除非我们最后那一生 我们不需要再积累生命资粮 其他的我们都必须积累 生命资粮其实就是 它强调的是行的种子 就是福德 没有福德 我们不可能投身从天上去 没有智慧的资粮 没有明的种子 我们不可能遇到佛陀教法 或者换言之 即使遇到佛陀教法 我们不能遇到正法 有机会遇到佛陀也好 你没有行的种子 你没办法出家 或你没办法有很好的姻缘 去跟着佛陀修行 你没有明的种子 你没有足够的智慧 那即使你遇到佛陀 佛陀跟你说法 你都如龙似牙 因为你听明白他的意思 或即使你听明白他的意思 但是佛陀这种强大的所言 仍然刺激不了你的巴拉米 成熟 因为你巴拉米不足 精良不够 所以我们要明白 如果想要在未来的某一生 证悟圣道圣果 证悟泪盘 我们必须得要积累资粮 积累未来的生命资粮 积累未来的解脱资粮 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常学会发愿 发愿就像我们所做的点点滴滴的这些善业功德 包括名的种子 行的种子 包括福的资粮 包括智慧资粮 都导向最终的目标 让我们在 未来 不管是哪一生 当我们的巴拉米成熟 当我们现在积累的这些资粮成熟 它能够得到好的结果 能够结出丰硕的菩提的果实出来 所以不要轻视发愿 也不要轻视在平时所积累这些善业功德 那好 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就探讨了 作为一个现代都市人 有他的无奈 有他的现实 但是我们学会转念 善法善业无处不在 机会靠自己创造 因缘要靠自己去争取 有了这样的因缘 我们就要多点去种法因 要我们在未来 更多的机会 在有佛法的时候 能够遇到佛法 没佛法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善业 能够投身人天善业 因为如果投身人天善业 我们才有可能积累 导向几多的资粮 如果失去的人生 投身到恶趣 一切都免贪 除非是我们甘愿轮回 如果你觉得轮回毫无意 我们就必须要思考 必须要面对这些现实 然后去面对它 去解决它 那好 我们今天 将这个现代都市人 要如何修行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希望我们大家 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先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先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感谢观看